啊 我有话要说 不不不不 你别跟我说 对我讲嘛 对的 您有意见要发表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大家谈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在德州中文台 我们今天为朋友们所带来的大家谈 我是胡美剑 在今天2021年 第一次我们邀请飞飞参加我们的节目 和Jasmine我们在接下来要关心的 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忽略的 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讯息 今天我们会特别专注的是 关于联邦医疗保险 带给大家在这一方面 新的一年 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时间点 重要的内容 或者呢 也许有一些重要的这个改变没有 我们都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和飞飞一块关心 一块分析 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一起关心 有任何相关的问题 你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 直接电话键来参与 713-984-0424 或者呢 你可以到YouTube上直接留言 你可以现场直播同步收听 也可以留言 我们可以请飞飞立即的回答 好 下边来 飞飞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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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想今年新的一年开始 现在我们这个新年新计划 新年新计划 我们这个计划要今年要 要大伙都要越来越健康 要健康要平安 我想我们一开始就要请飞飞先来看一下 因为2021年了 现在是1月份了 在以往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医保专家 我们的就是你跟帅帅 那我们想看一下联邦医保方面 我们在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联邦医疗保险这一方面 现在换了一年 那么换了一年以后 因为医保我们通常是我们讲说退休族的这个 由这个联邦医疗保险来提供我们最需要的安心的服务 那么退休族的话 现在进入退休族了 今年开始要准备退休年龄到了 那么在这一方面有一些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时间的 这一个时间方面的要求 我想今天一开始就请飞飞先赶快告诉大家 好 你如果是那个第一次满65岁 那你有七个月的时间可以来申请 也就是说 他是在你生日的那个月 加上你生日前三个月和生日后的三个月 你可以来取得这张那个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也就是A和B的部分 那但是你的生日 如果刚好卡在室内每个月的第一天的话 那你的加入期 这个七个月 那你会比别人那个提早一个月开始 然后那个提早一个月结束 这样子 可是你如果说是已经错过了 这个七个月的时间的人呢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 在那个一月到三月 那个每一年的那个一月到三月的时间 我们这段时间又叫做 我们又叫做一般注册期 那也就是说 你已经满了65岁了 但是你错过那七个月的时间 那你现在可以利用那个一月到三月的时间 来申请你A和B的部分 OK 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有一个补救期的意思 是不是 是也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 比如说你要是错过这七个月 但是你又没有一个这个特殊的打开期 那你没有一个这个特殊的原因 然后来加入A和B的部分 那你现在可以利用这个一月到三月底的时间 跟那个社会安全局来申请你A和B的部分 那你如果拿到A和B的部分 在这段时间的人拿到B的部分 通常它B的生肖日期是七月一号 OK 也就是说 我们要往后 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补救期 让我们来申请 如果我们miss掉了 这前面我们讲的 我满65岁 这个前三月后三个月 加中间这一个月的七个月的申请的这个时间 我miss掉了 现在换到今年了 所以一到三月我可以有个补救 我可以make it up 但是我现在申请了以后 还是要等到七月份才能生效 对 但是你拿到之后 那那四月五月六月 那你如果要是有心 想要再加一个计划的话 因为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它并没有给你那个所有的 就是说帮你给付 那你如果说想要加一个计划 那你要利用这个四月五月六月的时间 赚快加入 这样那你新的计划就会在七月一号生效 OK 所以在但是呢 我在一到三月份 我这个补救期 我所申请的是所谓的是基本的 part A跟B吗 对 就是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传统 那我可不可以在同时 如果我已经了解了联邦医疗保险 除了这个我还可以 就是我要把它改成 advantage 或者是supplement 我可以同时就在一到三月的这一段补救期 我就直接选择 还是我必须要等 这个一到三月之后 我再从四月到三到六月 或者到七月 这个中间才能够 才能够再加 你如果要拿那个辅助计划 那你可以马上拿 可是你如果说 要一个 就是medicare advantage 那你要利用四月五月六月的时间 对不起 那因为你的B是在七月一号生效 那所以你要加入的时间是四五六 就是那四月五月六月 这段时间 那你的计划 那你不管就是说 你要加入supplement 那你可以马上办 但是你的那个计划生效都是在七月一号 所以说整个的计划 我可以生效要到七月一号 那这个中间那我如果 没有天天起见如牛 铜墙铁壁 金中钞 要生病看病拿药怎么办 那你就是用你的传统联邦医疗保险的这张卡片去看病 然后去拿药 但是就是说 那你会有 他们的那百分之二十 那是你要自己给付的 或是说你如果住医院的话 你会有一个那个今年的deductible 是那个1484块 在你去住医院的第一天到60天 那你要付一个那个1484块钱 OK 然后B的部分的话 那个今年 帕B的这个deductible是203块 那你会付一个203块 之后付百分之二十 嗯 OK 另外我也想请菲菲来谈 因为我们谈到这个65岁的朋友们 就可以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了 那但是呢 联邦医疗保险的 帕A的部分 是我们在买65岁前 我们就会接到 涉安局的一些这个相关的通知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 我们还是有不少的朋友 在65岁之后还有工作 也许不是full time 他还是有一些工作 工作也会提供部分的保险 那这种情形下 他们要怎么选择 他呢 首先他要先跟 他的那个工作单位来 就是先来确认一下 他的保险 那是不是可以 可以来符合他不要被罚款的一个计划 也就是说 是不是那个Medicare 他们那个认可的一个计划 那如果是的话 他可以先拿A的部分 他可以不要拿B的部分 就用这个公司的保险 可是你要就是要了解 就是你的计划 是不是Medicare 认可的 因为你如果说 他不是那个Medicare 他认可的一个 那个合格的计划 比如说像这个 Obamacare OK 他这个就不是这个Medicare 那个认可的计划 还是这个Cobra 那他不是Medicare 他们那个认可的计划 那你就算说 有这个Obamacare 还是这个Cobra 那你还是 一会被罚款的 就是你将来拿的时候 你在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那他会那个认定 你这之前是没有保险 就算你有这个Obamacare 还是你有Cobra的计划 在这段期间 你还是 就是会有罚款的问题 所以就是 要先确认好之后 然后再来决定 我是不是要同时拿B 还是我先暂时不拿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讯息 所以刚才菲菲要为大家 做了很详细的一个分析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 很多的朋友们 65岁 仍然还是壮年 要他退休下来 还真的 公司也放不掉 这样子的人才 自己也不甘 就这样子的 把这个才华给丢下来 所以还会继续的工作 所以这刚才 菲菲就提醒大家 要提醒您 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要知道你的保险 是否是 就是联邦医疗保险 是政府认可的 接受的 认可在这一方面 否则的话 到最后还是会有罚款 那么我也想请菲菲来谈一下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 65岁的加入期 这是在他有生日前 前后三 反正就是 total我们有七个月的 这一个period 这个time 来做加入 如果miss掉的话 一到三月还可以 那这现在我们讲的 miss掉的一到三月 那就是说他在去年 他满65岁了 对吧 也就是说在 就是在那今年之前 对 他在今年之前 他已经满65岁了 OK 那么在今年的话 现在来讲 所以说现在来讲 一到三月 所以这位 如果我们现在这位听众 是四月份满65岁 他现在就已经可以加入了 对 他现在在那个一月份 那他就应该就要 开始来找手 先去拿那个 传统联邦医疗保险的 这张卡片 然后呢 之后就要来选计划 看想要加入什么计划 好 那么通常我们的联邦 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这个卡片 我们要自己去申请拿 还是他会自动寄到 我们的地址 你如果说已经 在这个65岁之前 那你就已经开始在拿 这个社安局的 这个退休金 你就是拿他的 这个benefit 那你已经有拿 超过四个月的话 那他会寄 那这样的话 那个社安局 他会那个自动寄 这张卡片 到你家给你 可是你如果没有 没有在65岁内 你还没有开始拿退休金 或是说 你还没有拿 超过四个月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 自己去申请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申请 拿这一个 Part A的这一张卡 对 OK 好 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认为说 我们现在已经 我借零退休了 所以呢 这suppose 他就应该自动寄到 我家来 没有啊 朋友们刚才 菲菲已经讲了 你在某些情况下 才会自动寄给你 否则的话 还是要自己去申请 自己去申领 这一个卡片 也是在 在医疗保险方面啊 我们都要特别的注意 在这一方面 那么政府机构呢 在提供的这一些保险方面呢 我们有一些 如果有任何的变化 有任何的更新 这不论是菲菲 或者是帅帅 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 会及时的把这个 最新的这个进展 告诉我们的听众 那么接下来 我也想请 菲菲很快的 我们来谈一下 因为讲到这个保险的申请 现在来讲 已经是新的一年的展开了 那么我们在保险方面 什么情形下 我们是可以 换我的计划 在哪种情形下 我可以换计划 哪种情形下 比如说你要是 在这一年当中 你要是有拿到 这个白卡 那个Medicaid的资格 然后或是说 或者是说 你有拿到 就是那个 Low Income Suspect 也就是说 那个药的补助 像这个Extra Health 你要是有拿到 这些资格的人的话 你其实在那个 全年当中 你如果想要更改计划 那你是可以更改计划的 你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这样子 那你要是说 从外州 那你搬到德州 然后你之前的计划 在德州 那已经没有办法使用了 OK 那你有一个这个 特别打开 那你可以更改计划 OK 所以就是这样 但是它那更改计划的时间 通常是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从那外州 搬来这边 通常是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你如果是 拿白卡的人 或是拿 那个Low Income Suspect 就是有药的补助的人的话 你们那个 在那全年当中 就是那有四次的机会 那你们可以去 那个更改计划 所以 你们可以打电话来询问 那我们可以再给你 比较多的讯息 这样 好 所以呢 再一次 也提醒朋友们 因为有可能 你在开始使用 开始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 觉得 这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这我的需求 这上面都有了 但是呢 在真正的在使用 或者是在之后 你的健康的情况 也有一些调整 有一些变化 那么你觉得 这个计划 有没有可能 我们 我有些疑问 我有一些问题 那么欢迎你可以 建议大家 就直接跟飞飞 获得帅帅联系 飞飞的电话 是281777 7738 帅帅是832 7488 130 我们欢迎朋友们 你可以随时 随时的意思是说 工作时间 不要等到下班晚上 你都可以跟他们联系 另外谈到了这个联系 通常我们都是电话 因为pandemic 我们在前几次都谈到了 网路作业 这个可能是zoom 可能是这个电话联系 或者email联系 但是呢 如果还是觉得 我希望能够跟你见个面 然后呢 跟你在讨论的时候 我会突然想到什么问题 我又可以再提出来 希望能够到office 跟你们见面讨论的话 要怎么样安排 他们可以打电话 来跟我们联系 我们的office 我们现在都还是有开的 然后来的人的话 我们都会量体温 所以我们也是 就是那个 每个人都要戴口罩 那我们那个桌子前面 都是有一个那个隔板 所以都是那个相当安全的 就是了 OK 所以也是可以 就是跟你们面对面的讨论的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 要预约以外 请记得戴口罩啊 一定要记得戴上口罩 好 那么我们的时间 还有一些些啊 那么听众朋友们 713-984-0424 如果你有对于联邦医疗保险的 任何的疑问 现在都欢迎您 可以电话进来 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 好下边的话 我想菲菲 能不能请你很基础的 我们谈一下 联邦医疗保险的 partABCD 到底听过的了解的 已经了然于胸了 倒背如流了 准备要加入的 大概只知道ABCD 然后呢 朋友这边讲这样 听亲戚讲那样 所以呢 我想我们还是请你 请你直接的很 就是精辟的分析一下 到底ABCD 它的代表的内容是什么 好的 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ABCD 这四个部分 你如果第一次 从那个联邦政府那边 那个申请的这张 那个Medicare的卡片 其实只有A和B的部分 那它又叫 传统联邦医疗保险啊 我们称它为红蓝卡 A是帮助住医院 和这医院护理的备用 那B则是帮助医生门诊 和在这个医疗护理的备用 A和B 之后你可以选择的 另外一个计划叫C C又叫做Medicare Advantage 联邦医疗优势计划 它是由着Medicare批准的 保险公司提供的 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取得联邦医疗保险 可是你还是在 那个联邦政府的监督之下 好像 那在C的这个计划 你要有A和B 才能够加入C 那C的计划是一个全包的计划 它就是已经把A和B 全部包在这里面了 同时它通常 它也有一个 要的计划在里面 那那个通常 它也会包含一些 A和B 没有包含的东西 OK Because 因为那个保险公司的 这个竞争大 所以呢 那每一家保险公司 它会 那个多给一些东西 来吸引你加入 OK 它那通常 是有这个HMO 还是PPO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HMO 它是有那个网络限制 OK 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经过 家庭医生的转介绍 来看专科医生 然后来去做这个治疗 那这PPO 是有网内和网外 两个部分 而且它不需要referral 那它的网 就会比较 它就会比较 那个flexible 它会比较 那个灵活一点点 OK 那是 然后现在讲 B的计划 B的计划 是一个单独 处方药的计划 OK 那你通常拿 B的计划的话 你会再另外拿 另外一个计划 叫做Medicare Supplement 也就是说 你有A和B 那你可以走 那个选择E 拿一个Supplement 然后你再拿一个药的计划 那就是拿一个单独的一个 那个处方药的计划 或者是说 你会选择 你的那个选项2 A和B 那我就加入一个C 那C里面已经有包含 有ABCD了 这样子 那你用这选项1的人的话 你去看病是用三张卡片 你要看病是用 那个传统联邦医疗保险的 这张卡片 然后 你的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它没有要帮你 几部的部分的话 看你的B是拿什么样的计划 那它会帮你几部 A和B 就是说 那个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它没有几部的部分的话 那你的这个Supplement的部分 就会帮你几部 可是那个Supplement 它只会帮你几部 你的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会付的 如果说你的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都不保的东西 你的Supplement也绝对不会保 OK 这样子 所以你拿A和B 你可以拿Supplement 再拿一个药的计划 OK 那或是说 你现在是拿选项2的话 那你去看病 你的红 那你的这张红蓝卡 就不用拿出来了 你就直接用C的这张卡片 因为它已经全包了 OK 所以你就是用C的这张卡片去看病 就可以拿药 全部都是用你的这个C的这张卡片 但是你的C的这张卡片的付费 你现在因为已经拿了一个全包的计划 所以你去看病的时候 你的付费就是要按照这一家保险公司的付费来付费 你就不会再按照就是那个就是说那个传统联邦 一定要保险的规定啊 20%啊这个那个的没有了 你现在就是你的计划叫你怎么付费啊 它的规定是怎么样 那你就按照这个计划来付费 那这就有点类似这个C的计划 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 如果不是就是非退休族 你还在公司上班 这一个这种就是一般的医疗保险 我们就是这一张卡 然后这家保险公司 它跟这个它上面的这个你的portion 你的这个deductible啊 或者你的share是20%或者是怎么样 就按照这个保险公司的agreement 来来给付了 对对是没错 但是我那个个人认为 那个medicare的C的计划的保险 比那个一般的保险好的太多了 哇这个这个 朋友们这个是内幕消息 认为那因为我自己还就是 那还没有65岁嘛 那我用的计划就是那个一般人的保险嘛 那我可以知道就是 我们期的计划的deductible 就是你看病的时候 大部分的计划就没有像那个一般的保险 有这么多的那个deductible什么的 期的计划的保险 那个确实是好的很多啦 就是比我们那还没满65岁 那个以下用的这个HMO的计划 如果说就是这个HMO的计划的话 那就是那个联邦医疗保险期的计划 确实是好的比较多 好这个是朋友们 这个是专家的这个是感想 没有没有那是我那个个人的感想 个人感想嘛 对不对 个人的感想比较后的感想 我个人的感想 好所以我们在今天呢 对于在联邦医疗保险ABCD啊 再一次的请菲菲为大家做个说明 那么对于就是即将要满65岁 或者已经满65岁的朋友们 你对于要如何加入联邦医疗保险 然后呢 有一些什么样子的 你的这个安排 时间上面的注意 在今天菲菲都为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我想在我们还有大概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想请菲菲 我一个问题要请教 因为通常满65岁 65岁前三个月跟之后三个月 这个七个月我们可以申请 那么通常来讲 会寄这一个相关的Medicare 我们就联邦医保啊 我们说联邦医疗保险的资料给我们 是在我们满65岁前三个月 就已经会政府会直接寄给我们呢 还是我们这个要看 看Social Security Office有没有寄啊 或者如何 如果我们在公司工作 我们是受雇员工呢 当然有HR 他们可能就知道 那我们会收到 会经由公司的作业 但是很多的就是 Self Employee 自己 自己这个 自己就是老板 自己也是员工 那这种情形下 他们的这个联邦医疗保险 是自动会由政府 在满生日前三个月 就寄给你 提醒你了 还是说你得要自个儿记着自己去找保险经纪人 自己去填申请单子 你其实在还没满65岁之前就很多的那个广告单都会来通知你 OK 所以我觉得这广告单都比政府的动作都还要快 再来的话 这是真的 因为那个广告单是很多 那他们都会知道你快要满65岁了 所以这个广告单是就像从那个天空打下来的纸一样 是很多的 OK 就是那多的不得了 他们都会通知你 然后再来是 那你的保险 那你如果是用这个ObamaCare的话 那OK 那你也会收到一个通知来告诉你说 你已经快要满65岁 那看起来你是应该可以拿到 那个传统联邦医疗保险 他会那个提醒你去申请 但是那个不管如何 我是觉得那我们自己要记得就对 因为有时候你看那广告信 看那么多已经看到麻木了 对啊 看了以后直接trash掉了 看都不看了 对 就是你连看都不看 就直接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 对啊 所以 所以我觉得那个65岁 它是一个那个关键年 所以 所以我觉得到这年的时候 你应该都蛮敏感的 就是差不多时间 那你就会去申请的 这样子 OK 好 所以朋友们 如果你已经在你的邮箱里面 这个烦不胜烦的 接到这一些广告 这一些宣传 这一些很漂亮的 很重要 每一个都给你包起来写的 如何如何重要 important important 不要trash掉的 这一些资料 你就知道 你应该要做准备了 当然了 在这个期间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想知道 如何做一个最好的 保护好你自己健康的一个选择 那么多的选择在市场上 怎么样子来做比较 如何知道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符合你的要求 欢迎您 也提醒大家 别忘了和飞飞和帅帅联系 飞飞的电话是2817777738 好 再一次提醒大家 不要忘掉这个重要的电话和讯息 飞飞 在这里要先谢谢你了 8点58分 我们得要在这稍微告一段落了 谢谢 谢谢参加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继续 空中继续讨论 好吗 好的 谢谢 拜拜 拜拜